好,各位同学好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Lab 2 怎么样在我们的建制一个这个AWS的VPC 建立这个Virtual Private Cloud这个虚拟网路 然后我们里面呢会建置在两个Availability Zoom A 跟Availability Zoom B两个部分呢 然后我们会产生各一个Public Zoom Net 和一个Private Zoom Net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运作 好 一样麻烦你到我们的这一个Console这边 一样我们去到这时候呢去麻烦你现在呢 我们先要去点选我们的在Networking的部分 我们在Networking的部分 Networking的部分呢是在这个VPC VPC点选 好 这时候我们记得一下 就是要创建我们的这个VPC 好 好像有一点给它慢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 这边它都会有一个VPC 这个是预设的Default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Default VPC Default的这个VPC 原则上我们不是用这个 好 我们再回到VPC VPC 在VPC里面呢 我们就开始去Stop 这个VPC的Wizard 然后这个精灵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好 我们 在建VPC呢 一共有四个模组 一个是你可以建立一个VPC With Single Public Subnet 在VPC 建立一个单一的一个公共的职网路 那另外也可以怎么样呢 VPC 建立一个公网路 Public Subnet 和一个Private Subnet 那也可以建什么样呢 VPC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Subnet And Hardware VPN Access 所谓的Hardware VPN Access 是可以去连线到你自己的 本地端的网路 那也可以建这什么样呢 VPC With Private Subnet Only 只可以只有建虚拟 这个虚拟的 Private And Hardware VPC Access 这个题目会考 只产生一个Single的 或者是Public 一个是Public 是单一的 那Private呢 一定要跟Hardware VPN 那再来一个Public 一个Public 一个Private 那一个Private 然后再加上Hardware VPN 这四个 这时候我们来回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建置什么呢 我们要建置Public Subnet 和Private Subnet 所以说我们要选择 第几项呢 就选择这个第二项 VPC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Subnet 选择Select 好 进来之后呢 来看一下我们第二步是什么 第一步是选择你的VPC的种类的 那四个种类 第二个呢 是要建置我们的VPC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Subnet 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VPC VPC 在上面是建置你VPC的IP 那后来有一个Public 还有一个什么Private在这里 好 那我们的这一个VPC的IP Address呢 10.0.0.1 slash24 这边是没有问题 是OK的 好 那接下来这边的VPC 你要给它一个名字 好 那给它一个名字 我们这个就叫做MyLab MyLabVPC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不是要建一个这一个Public Thumbnet和一个Private Thumbnet吗 在这里 一个Public Thumbnet 和一个Private Thumbnet 是点10.0.1 点1 slash24 一个点1跟点3 点1跟点3 好 那这时候点1跟点3 我们的Public 是点1 好 我们Public是点1 好 那接下来我们的Private呢 那这边一下 这边没有 这个情绪没有关系 因为它这两个重复了 不用管它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叫做Public Thumbnet 就叫做1 好 那Private来看一下 Private的部分 因为这两个是一样 对不对 它会跟你讲 两个一样 这把这边再改一下 1跟3 点1点3 好 10.0 点3 点0 点24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Private 就是Private 1 好 看到没有 刚才这个IP address改掉 不重复的话 好 那它就 那个讯息就会 没有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做 specify specify the detail for your NAT的 Gateway 好 那什么叫做NAT的Gateway 来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的图形 我们这边要产生一个 Net NAT的一个Gateway 一个NAT的Gateway 一个NAT的Gateway 这老师这边忘了写 这个是一个NAT的Gateway NAT的Gateway 好 这是我们一个NAT的Gateway 好 那这边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NAT是建在这个VP 这个Availability Zoom A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点选我们的 刚才的是VP C建好了 Public Sumnet Private Sumnet都建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 绑进在哪一个 Availability Zoom 好 那我们就选择第一个就好了 好 就选择在第一个 Availability Zoom 哪里记得吗 在这个A 等一下是选B 好 那这个是不是就把这两个 Public 和Private 灌在这 Availability Zoom 里面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的 Private 这边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 那接下来是我们这边 是 我看一下 好 这边各位 这边去点选 这边有一个 Use NAT 的Instant Instant 好 选这边 那这边呢 我们就会自己创他 用AWS的NAT 好 转转指的部分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都他会帮你自己内建好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一件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 Key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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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KeyPair name 我们之前就已经有了 好 之前有了 你就把它建这边地方 好 建到这个 这个是我们原来的 KeyPair 这是以前老师建的 那我们这次建的就是这一个 好 KeyPay 这个KeyPay我们也是可以连线上来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其他的事情没有的话 OK 我们就可以按去Create这个VPC 去创建这个VPC There are an error creating I'm able to find main route table 等一下我们看一看 好 等一下 这边已经刚才 好 老师重讲一下刚才前面的这个 public thumbnail 老师忘了点选availability zone 所以说刚才没有办法去建立 这边点选一下A 那这个是public thumbnail E 刚才这边忘了选 那还有一个这边是 这个是3 看一下这边是1 3 好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这个availability zone呢也是选择1 所以这两个111 他就会把它建置在这个 里面 里面了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是public thumbnail E 好 也是public thumbnail E 那我们要使用这个Instant 好 那这个key pair呢就用我们 你们就选你们lab上面了 那我是选择我自己的key pair 好 这个时候suppose应该是就OK了 去create 看一看 呃 诶 为什么还是 they are error creating undefined 好 再一次吧 这个部分 好 哇 vpc内没有 诶 加啦 这边没改吗 vpc是 10.0.0.1 诶 没有错啊 vpc是 mylab vpc vpc vpc2 h2 好吧 好 那这个时候是 点 1.0 我们的performance是在这个 这个public 那public呢 1 3 1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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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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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下面的 这一个 public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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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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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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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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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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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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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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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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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去create新的Thumbnape 出来 好 那这个时候的public 我们先进publicThumbnape publicThumbnape publicThumbnape 2 好 这时候的VPC 要记得点选 不宜 只捡选这个 我们刚才建制的这个 MyLabVPC2 读一下 这边它就带进来了 好 这时候的Availability Room 就有学问了 因为我们要在B的部分 不是选A 是选B 好 那这个时候是它的AP Address 10.0. publicThumbnape 2.0 slash 24 好 去create 8 好 注意这个是B Availability Room B 的部分 好 看到没有这个publicThumbnape 已经出来了 好 接下来还是一样去建制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 我们第二个 private 好 还是一样去create Availability Room B 这个是Private 我们的Private Availability 好 注意也是一样 VPC 要选择这一个 好 还有一个呢 这个Availability Room 不能选A哦 选这个B 好 接下来我们按 Yes 这个还没有 Yes 这个IP Address 没看 10.0.4.0 slash的24 好 没有问题之后呢 Yes Create 好 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好了 我们看到了 这边都建好了 而且也 建到我们的VPC 里面了 那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做Routing Table的设定 因为Routing Table 我们要去做设定 指定给这个Internet Gateway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找在Networking的部分里面的 这个Round Table Round Table在这边 Round Table在第三个选项 Round Table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Round Table 这个是我们的Round Table OK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注意一下我们现在有两个的Round Table 一个是这个 这个Main Yes的部分 还有一个是Main No的部分 好 故意一下在这边 我们先选择Name 我们先选择Name是Yes Main的部分 好 就是这个 选择这个 注意在这个Main下面是这个 好 这个 好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Routing 给它一个名字 在Name下面 给它一个名字 P-I-V-A-T-E 好 这种Main的意思呢 它是属于Private PrivateRound Table PrivateRound Cable PrivateRound Cable 的部分 Round的部分 好 这时候你来看一下 它的 Destination就是到这边 这个是我们的VPC 有没有 这是我们的VPC 然后还有Destination是0.0.0 这个没什么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 Sumnet Associate 好 那因为我们这个Routing是Private 接下来我们去按这边 因为要把Sumnet把它include进来 好 这时候我们呢 请各位就去点选你的Private Private1跟Private2 注意一下 Private1跟Private2 好 然后去做 存檔 好 OK 有没有 我们现在的Routing 已经把它Associate进来了 好 这个是我们的Routing 它允许这两个三四的这个Private 进来 好 接下来看到我们 这一个建立的VPC里面 的YES的这部分 YES的部分 YES的部分 好 这YES的部分呢 麻烦你就建一个Public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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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Table loud Round RoundTable Routetable也是一樣按Click 確定 好了 之後呢 來我們接下來看 也是一樣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的Route看一下 好 這時候的Route跟我們剛才的PrivateRouteTable是不一樣的 它會點到哪裡去 它會點到這個IGW 也就是我們的Internet Gateway 它會自己access到這邊來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Public Public是要連wire 所以說在這裡 懂了吧 這邊是各位你們要理解一下的問題 理解一下 那這個地方呢 是要連線到的是IGW 大家注意看 看這邊 Private是沒有 這是點零點零 它不是Internet Gateway 它是在自己內部Routing的 好 我們再點選到Public部分來看 這部分很重要 就是這個部分 IGW 這個你要連wire的時候才會有 不過它這個已經 各位知道 所以說這個Node的部分 Node的部分 它就是屬於這個 好 那OK 沒有問題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再把兩個Public的Sumnape Associate進來 把它連結進來 好 我們就點選 它這邊PublicSumnape已經點有一個了 PublicSumnape這兩個 把這兩個點選進來之後 按Save 好 各位看它已經就Associate好了 好 已經連線連好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建立你的Security Group 要建立你Security Group 好 Security Group來這邊看一看 有沒有Security Group在這裡 在VPC下面 這個Security Group 好 點選 好 Security Group 這是我們之前建的這個Lab Server 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我們之前的Security Group 不要的話 就可以把它刪除掉 好 我們反正這還是有留下來的 Security Group in use 好 那這個Security Group in use 我們可以不要了 好 這邊 好 老師做說明一下 那剛才的為什麼那個Security Group 為什麼不能夠砍掉的是 因為我目前這一個 之前建的這一個EC2的這個Server呢 我是沒有Terminate掉的 所以說沒有辦法去刪掉 好 OK 那沒關係 我們就重新再重新建一個 好 一樣我們回到剛才的這一個 Sumnet這邊 Sumnet已經建好了 然後現在這個Routing Table也建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建一個Security Group 這是我們新的 好 OK 我們也是一樣CREATE 這個 好 那接下來是Security Group 你要給它一個名稱 我們稱為叫做Web Web Security Group Web Security Group Security Group Web Security Group Web Security Group Web Security Group 好 Fore La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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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再來一下這個VPC VPC你要點選一下 Fore Lab 2 VPC要點選一下 不是這個要叫這個 好 這個Description Lab 4 我們這個Security Group 就是做Enable HTTP Enhance 就是它可以用HTTP Enable Enable Enable這個 HTTP HTTP A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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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我們去做CREATE的動作 好 看到沒有 這邊我們的Tag就已經出來的 Web Security Tag 這個Lab 2 好 OK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還是一樣把這個Security Group 先選起來 好 點選這個部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這個Security Group 就是我們要去做 針對它 Access 存取的 存現的控制 好 那我們有分為 所謂的Inband 跟Outband 就是進來跟出去的 這個規則 好 我們先看一看 Inband的規則是什麼呢 就是進來的規則 就是進來的規則 Inband的規則是怎麼樣 我們做一下 Inband的規則 我們去做 這一個 HTTP 因為我們是Web Server 所以它HTTP 它是可以進來的 HTTP在上面 HTTP在上面 好 那接下來呢 它是Pole HTTP FIT 84 這個沒有問題 這時候我們進來的部分呢 80 HTTP 80 好 接下来是Source 我们就写0.0.0.0 slash.0 这个是多多可以进来的 好 接下来我们按Safe 所以说通通可以进来 好 这边的话我们是能进来没有出去 OK 这边的就好了 就设定完了 好 设定完了之后还记得吗 我们现在就要再去launch我们的EC2了 好 这个EC2的话就很清楚吧 好 我们现在EC2 那我来回忆一下 我们再把这个图形看一下 建完了 AvailabilityZoom A 对不对 这边建好了 接下来是要在这边去建一个我们的webserver 我们的webserver在这个地方建一个我们的webserver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webserver怎么建立了 而且webserver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这个availabilityZoom这个部分 而且是在public上面2的 这个public上面2 好 接下来我们点选EC2进来了之后呢 好 我们去launch instance 这边又跟之前的差不多了 launch instance 一样我们去选择 好 我们这个时候选择一个liners 选择一个liners 选择一个liners 选择liners 看amazonliners 看amazonliners 这边 好 OK 那就选择这个liners 好 没什么问题 好 一样我们还是一样这个t2micro的 好 这个时候来看一下比较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地方要去选择了 就是我们的networking要放在哪一个vpc下 不是预设的vpc哦 注意一下我们的vpc是在这个地方 好 点选了 好 接下来是哪一个呢 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thumbnet 好 我们要选择哪一个 我们选择是public thumbnail2 预设就是这个public thumbnail2 public thumbnail2 好 这边呢 它是说什么 auto assign public ip 好 让它自动 assign一个public ip 自动 assign一个public ip enable 自动给它 assign一个ip address address 好 那还记得吗 我们再往下走 这个 advanced detail部分 也就是我们有一个user data 好 那这时候user data呢 请这位就把 把这个 把它放上去 这一段 这是马会给各位 这边 把它放上去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去加这个storage 好 加storage size 是8g 我们不用管它没有问题 好 age tag 下来就是我们把这个名称 列一下 key呢 我就称为叫做nam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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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web web web server 1 好 再来去设定这个security 的group 好 这样是第六步了 我们在第六步 好 因为我们刚才的securitygroup 已经建好了 对不对 还记得我们第一个level 是要自己去建 建好之后我们去select 建好的 我们刚才已经建好是在这个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web 那就把它 点选 好 securitygroup 好 那既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去 去做launch 好 它说这边你是打开来的吗 没有问题 好 再看影片 没有什么问题 就ok了 好 接下来你的key pair要用什么 key pair就是你们之前都建好 这是我自己见过的 好 我就还是用原来的 就不用再产生了 好 那它说instant has now launch 好 我们过去看一看 是不是有产生了 好 在这个地方 好 这开下pending 现在正在做initializing 正在做起始的动作 好 OK 来 我们的webserver 这个linux的webserver也启动了 好 2分之2 check paste 好 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是之前老师安装的 第一个lab的实验 好 接下来看一下这边 这地方是什么呢 还记不记得 我们这边一个serve me.small 这个就是我们的net 好 这边可以把它改成net 就是把它改成net 确定 好 这边我们就OK了 好 这时候请各位回到 我们的webserver这边来看到 我们的dns就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的dns 还有我们的public 我们的ipaddress 好 那你可以用ipaddress 好 我们来看一看ipaddress的话 可不可以连到我们的webserver 好 这个是我们的metadata 好 就起来了 我们的metadata就起来了 好 那老师把它copy起来 好 那这边就大概就到一个段落了 好 那这边就大概就到一个段落了 好 我们再回到一下这边 这边也可以 你可以用domain name 好 一样domain name 那我这边产生一个新的 domain name把它贴过来 这个就是你的domain name domain name是一样的 好 OK 那我们现在就完成了 那这边有几个review一下 这个各位自己注意一下 这个net我们建立好了 webserver建立好了 我们建立了几个呢 建立了这个vpc 好 我们的vpc可以看一下 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vpc 建立我们的vpc 好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thumbnet vpc跟thumbnet注意一下 这个也建好了 public 这个是publicthumbnet1 publicthumbnet1 那它是在哪里上面呢 你看都是在vpc vpc下面vpc下面vpc下面 这个就是我们建立的vpc ip address就在这里 好 那注意一下我们的route table route table是这个igw 那这个public的routing table也是igw 可是你看看那个private呢 private它就不会 它是自己内建的 private tool也是一样 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lab呢 就讲解到这里了 比较长 好